好 带您来关心由花莲县议员魏佳燕影剑的 从事台湾知名饮品的经销公司 15号上午是来到了花莲市的清洁队 捐赠了包含20箱的矿泉水 5箱的运动饮料等等 由市长魏佳贤市长 以及清洁队长吴庆展代表受赠 也希望小小的捐赠的举动 让更多人体认清洁队员工的工作上的辛劳 从事台湾知名品牌饮料经销业务的力群有限公司 透过花莲县议员魏佳燕影剑 日前来到花莲市清洁队 捐赠20箱矿泉水 5箱运动饮料 以及5箱黑松沙士 由市长魏佳贤及清洁队长吴庆展代表接受并执政感谢状 公司总经理邱俊宇表示 常在新闻看到花莲市清洁队员 没日没夜的清销和辛劳 因此萌生想要捐赠物资的念头 这几年极端气候天气真的很热 然后看到那个公所的清洁员 每天都很辛苦 然后现在加上疫情期间又要戴口罩 所以我想说公司能提供一些矿泉水让他们饮用 然后希望以后做个定期的定额的捐赠 让他们可以补水 然后也捐一些运动饮料 让他们补一些钠这样子 因为不能说真的 现在清洁队的那个业务也很繁重 所以希望说抛砖引玉 然后一些饮料公司 一些那个企业可以提供一些帮助跟赞助 特别谢谢千荣实业还有地群有限公司 那对我们队员非常辛苦的一面都有看到 那今天邱老板跟魏家医院 魏家医院川阵影县 然后来引荐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来捐赠了一些矿泉水 还有饮料给我们非常辛苦的清洁队员 那在此要深表感谢 那接着我们希望说在中秋节的时候 大家在烤肉的如果有加护有烤肉的部分 那如果有一些竹筷还是一些有叉子的部分 请大家一定要分类好 因为丢到垃圾里面或回收屋里面 都往往可能造成队员的受伤 那我们在此要拜托大家 也特别感谢有很多的朋友们 关心我们清洁队员的一个安全跟身体健康 还有补充水分的问题 那在此我们要特别谢谢大家 那未来我们清洁队员 持续的都为我们花莲相亲继续打拼 也恳请大家给他们多一点鼓励 也请大家在资源回收或丢垃圾的时候 多一些小心跟注意 可以防止他们来受伤 县议员魏家燕表示 假如生活没有了清洁队员 实在很难想象老百姓的垃圾该怎么处理 这次协同立群有限公司捐赠饮料 就是希望清洁队员在炎热的天气下 记得要好好补充水分 不要忘了自己的健康 朱镇宇表示 未来也会号召更多朋友 支援花莲市食物银行以及慈爱基金 关怀更多需要帮助的详情 接着蒋邦雁华联市报导